配音的過程其實還蠻順利的 因為過去我們在試信念書的時候 還真的有上過所謂的配音課 所以還算是半個專業人 然後再者就是 以前我有一段時間都幫一個綜藝節目 叫做頑皮家族配音 當時也是幫很多非人類 就是一些動物去做一個發聲的動作 所以面對這種非人類的卡通人物 還算是順手 第三個成功的原因是因為配音的老師 王老師他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拍的電影的時候的配音老師 所以那時候看到他就覺得說 哇好久沒見 好像看到老朋友 據說他是非常嚴格的 不過在面對當年很久以前合作過的小弟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算是手下留情 所以整個過程還算是非常的順利 但是當然過程裡面會有很多很多這個很妙的地方 可能是一般觀眾無法體會的 比如說你們在看電影的時候看到的是完整的怪獸電影公司 那我們那時候在配音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部分所看到的畫面都是半成品 就是你必須要加一些想像 然後才能夠進入那個角色 因為很多畫面他根本都還沒有完成 那你就得去思考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要非常的開心啊 還是非常的緊張啊 因為畫面你看到了有點像草稿一樣 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了解說 這個地方會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運用了很多的想像力 然後就完成了這個電影 到最後在電影院看到的時候 才恍然大悟說 哦 原來這邊是這樣演的 這樣 OK